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相信点进视频的朋友们都是想抽纳西达和宵宫的 接下来野猪将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抽到这两位角色 希望看完视频的朋友们都能抽到纳西达和宵宫 首先来说抽取纳西达的位置 其实官方已经告诉我们了 视频中左下角明确的写着 身居靖善宫的龙中之鸟 靖善宫在什么位置呢? 打开地图来到虚迷的这个传送点 然后往左边一直顺着路跑上去 该说不说,尼路真的是很漂亮啊 这里拐个弯就到靖善宫了 就是前面这个房间 纳西达就被闲者们锁在这里面 等着我们去救他 然后就是宵宫的抽取位置 这就不用多说了 到期宵宫家门口 切记切记不要带随属性角色 接着是抽取他们的技巧 首先是我们一直在用的为自己积斩掩器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都能抽到纳西达 投币的朋友抽到他和他的专武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纳西达和宵宫全部带回家 如果要歪,歪在野猪身上 反正我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无所畏惧 然后是一个十连出双紫或紫金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十连必出一个紫色 所以我们可以先单抽八到九次 然后一个十连就避出双紫或紫金了 当然这只是把两次包底放在一起 但是看着爽啊 喜欢单抽和十连混着来的朋友可以试试 接着是很多朋友来询问的 纳西达的精通需要多少 目前的目标是1000 怎么样才能堆到呢? 首先十字杀、空字杯、李字冠全部选择精通 这样就有561了 然后武器没有专武就可以选择祭礼或者魔导 这里我们算用的魔导这样就有748了 然后双草共鸣还可以提升80点精通 这就828了 接着就想办法找精通高的羽毛和精通高的花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1000精通就没问题了 然后圣仪物副死条属性就是暴击暴伤充能 大公鸡之类的 这里也祝愿大家刷圣仪物好运多多出几品 接着和大家说一下草无巷的位置 先来到沙漠的这个传送点 往这边跳下去 左边看就会看到一个空洞 飞到里面去就是草无巷的位置了 同时在卡池开放后 也祝我也会为大家带来纳西达的详细攻略 配对输出配装深渊怎么打 点个关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了 最后祝所有点赞投币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也祝每天都会向您分享各种原始活动最新资讯攻略教学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每天看看 以免错过福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